大家好呀,我是小敏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小伙买了个会员 从此可以谈无数个女朋友的故事 未来人口下降,男女失衡 普通男士想找个女朋友是很困难的事情 针对这样的现状,FF公司开发了一套智能系统 只要购买会员,系统将会为客户量身打造泡妞攻略 FF公司的口号是天下没有追不到的女朋友 天下再无单身狗 阿超专业单身30年,急于脱单 于是割肉放血买了一个会员 阿超拿到FF智慧盒就迫不及待的拿回家开启 智慧盒马上投射出智慧爱情专家Lindy 阿超的幸福将由Lindy全程报办 而这位AI虚拟人Lindy 长相清纯,身材漫妙,声音甜美 完全就是阿超梦想的对象 只可惜这只是一个虚拟人 再甜再美也无法拥有 话不多说,Lindy马上为阿超开启寻爱之旅 她根据阿超的喜好 在系统里匹配出多位适宜交往女性供阿超选择 阿超马上挑选了恋爱对象一号 果然有了Lindy的精准匹配 第一次线上约会就成功了 接下来阿超就开始和恋爱一号实体交流 而两人约会吃饭的过程实在是让女方大点眼镜 无论是从点餐到聊天到买单 阿超简直就是毫无情商 不但生硬死板 而且扣门扫气毫无风度 尴尬的女生心想 我赶紧单身30年哦 这当然是一场绝对失败的约会 回家后 Lindy仔细帮阿超分析失败原因 并且总结出泡妞攻略 而阿超自按照Lindy的方法开始重新约会 有狂暴的拳击女 爱吃辣的火爆女 还有满满满的购物女 结果无一例外全以失败告终 此时Lindy告诉阿超 如果她能升级成为VIP会员 系统将会对她的恋爱过程实时指导 而目前实时指导的案例无一失败 如此优人的数据让阿超越越于世 于是阿超掏光老底买了一个VIP 很快Lindy就与阿超推荐了一位理想女性雪儿 这次Lindy安排阿超跟雪儿 用偶遇的方式接触 果然有Lindy的实时指导操作 阿超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不但精神奕奕 而且气度非凡 第一次和雪儿相见 就约到了家里共进午餐 不但如此 在认识的第一天 甚至就和雪儿拍了合照 回到家 阿超拿着合照兴奋不已 对Lindy的表现赞不绝口 而此时雪儿又发来约会短信 阿超更是喜上加喜 情不自禁地跳起舞来 高兴的阿超带着Lindy一起翩翩起舞 而Lindy看着开心的阿超 自己仿佛也变成了一个开心的人 两眼充满喜悦 阿超和雪儿的第二次见面 很快就开始了 阿超有Lindy的指点 对雪儿的喜好了如指掌 当然不得雪儿欢心 可是此时雪儿却发现 前男友在同一家餐厅吃饭 而这个负心汉曾经甩了雪儿 此时雪儿很是不爽 他想阿超帮忙教训前男友 而前男友是健身教练 打是打不过了 还好Lindy有办法 阿超直接装成机友 吓跑了前男友的约会对象 这下帮雪儿出了口气 因为振前立功阿超得到了雪儿的相吻 回到家 阿超在Lindy面前 回忆着自己和雪儿的美好恋爱过程 可是此时Lindy确劝阿超放弃雪儿 说她根本不适合雪儿 阿超当然有自知之明 她之所以有现在的进展 完全是因为Lindy帮忙 可她已经疯狂爱上雪儿了 怎么可能放手 Lindy见阿超并不接受她的意见 直接把雪儿的所有信息删除 阿超不知道 这个一向可爱的Lindy是出了什么疯 直接将智慧盒关机 然后出门找雪儿 这次打到雪儿后 两人果然出现了不愉快 而雪儿则找一些莫居有的理由 要跟阿超分手 甚至要求阿超裸奔 才相信阿超是真爱 可是当阿超真裸奔了 雪儿竟然又找来警察 告她是变态 雪儿真是想着发跟阿超说分手 都这样了 结果当然是不欢而散了 阿超失落地回到家 想到Lindy之前说的话很深感慨 她此时才想起Lindy多日以来 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爱 如果Lindy是真人该多好 她启动智慧盒 向Lindy诉说自己的心事 可是阿超这才发现 爱情专家换人了 现在只会合投射出来的 并不是Lindy 新人说Lindy违反了公司规定 已经不允许为客户服务 阿超让新人赶紧让Lindy出来 可是新人只能把自己的模样 换成更美丽的Lindy 真实的Lindy却无法再出现 为了见到Lindy 阿超直接跑去FF公司 直到公司时 阿超才知道 雪儿其实是FF公司的CEO 而自己接触雪儿的整个过程 都是公司的实验 阿超这才知道自己是被实验了 而公司给阿超的回报 是终身免费会员 可是再好的会员 都抵不上一个美好的Lindy 虽然阿超苦苦求情 公司还是把Lindy 从系统中删除 因为公司不允许存在 一个有感情的人工智能 一个有感情的机器 对公司 对顾客 都是一种巨大的潜在威胁 如果人工智能 真有这么智能 不知道是不是好事 我是爱讲故事的小米 咱们下期再见